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奥斯丁说穿着俄罗斯制服携带俄罗斯装备的北韩军队正在向乌克兰移动 他形容这个是危险并且破坏性的事态发展 其他新闻包括中国10月份的官方制造业PMI报50.1 从回抗张区间 而同时美国的消费者支出强劲 美国经济上个季度稳步增长2.8% 在时事经维的华誌中 我们会报道香港官员拒绝承诺不追究 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7000名被捕的人 社运人士指有关的情况影响到他们的规划未来 医生内容欢迎收听 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三表示 穿着着俄罗斯制服 携带着俄罗斯装备的北韩军队 正在向乌克兰移动 这个是危险而且破坏性的事态发展 美韩两国国防部长在华盛顿美韩安保会议之后 奥斯丁在两人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面作出了上述的表示 北韩向俄罗斯派遣多达一万二千名的士兵 已经引发了公众日益加剧的担忧 美国和南韩表示 部分北韩军队正在前往俄罗斯和沃南边境的富尔斯克地区 一些的北韩先遣部队已经是抵达 奥斯丁说 俄罗斯使用这些部队进行作战的可能性相当高 奥斯丁和南韩国防部长金龙显 都是呼吁北韩从俄罗斯撤冠 南韩国防部长金龙显通过翻译表示 他是认为北韩派兵到俄罗斯 可能会导致朝鲜半岛安全威胁升 因为平壤极有可能会要求俄罗斯转让技术作为交换 以援助北韩的武器计划 包括战术核武器 洲制弹道导弹以及侦冊违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10月30日在记者会上 就北韩向俄罗斯派兵一事表示 中国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应该对此表示担忧 米勒说 北韩军队最终可能会被派往傅尔斯克参与战斗 而国务院已经直接和中国明确表达 对俄罗斯以及北韩之间不断加深的军事关系的担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 他是不会就中国对此事发表 或者是未发表的任何言论发表评论 他要指出的就是 北韩向俄罗斯派兵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关切 这些派驻俄罗斯的北韩部队 目前正在接受训练 我们认为他们最终可能会被派往傅尔斯克参与战斗 我要说的就是 我们已经直接和中国政府官员接触 明确表达我们对俄罗斯以及北韩之间 不断加深的军事关系的担忧 并且明确表示 我们认为这个事件应该是引起中国 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担忧 至于他们的反应 我将会让他们自己来表达 南韩军方表示 北韩星期四向他们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洲制弹道导弹 是近年来首见 这次的试射可能是一种针对美国本土的身形 更加灵活的武器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该部系发现北韩星期四上午7点10分左右 是从平洋一带朝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 在飞行大约1000公里之后落入东部海域 北韩的导弹 据说是一枚以高仰角发射的远程弹道导弹 北韩官方的朝中社报导证实 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了一次非常关键 旨在是增强北韩的核威涉力量的洲制弹道导弹的试验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和盟友东京 以及华盛顿携手实时追踪 以及共享了北韩弹道导弹发射准备的预警信息 北韩发射弹道导弹之后 韩美防长商定将实施由美方战略武器参与联合演习的作为回应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阶段 不过无论是哪一个的胜选 美国的欧洲盟友都在为一个不是那么关心他们的美国做准备 若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重返白宫 欧洲盟友将会面临着过去的意见不合或者是新的问题 这次的选举正值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兰两年半的时候 在这场战争当中 华盛顿为基辅提供了最大的支持 特朗普是否会继续这样的支持 以及他们的北约盟友的承诺程度如何都存在着疑问 特朗普的关税计划也都令到经济增长忽力的欧洲感到不安 若然民主党候选人现任总统贺键丽获成 预计将会延续当前的政策 但由于共和党的反对 以及是美国公众对战争疲劳感增加 支持力度可能也都会减弱 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 启动新一轮的整顿网络言论的专项行动 它的重点是整治目标为散播网络泪气 制造网络谣言以及虚假讯识 提供网络水军服务五类突出的问题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以及信息化委员会 也是中共中央网信办的微信公众号 星期四发布的消息说 他们近日印发通知 在全局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 清朗同乘版块信息内容问题整治专项行动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在10月份制造业活动时隔6个月 是重回扩张区间 这个吸引了政策制定者打了一枝的强心诊 他们期待最近的经济刺激措施 能够令到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重回正轨 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在10月上升至50.1 高于9月的49.8 是自今年5月以来首次返回到是荣夫线以上 也都超过了路透社调查的预估值的49.9 美国经济第三季度按年率计算稳步增长2.8% 虽然利率依然是居高 但消费者仍然帮助推动经济增长 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三的报告 国内生产总值确实是低于第二季度的3%的增长率 但最新的数据仍然反映出令人惊讶的持久性 美国人同时在总统竞选的最后阶段评估经济状况 消费者支出约占美国经济活动的70% 上个季度从第二季度的2.8%是加速到3.7% 出口也都为第三季度的增长作出了贡献 增幅是达到8.9% 而另一方面由于住房以及系办公室 仓库等非住宅建筑投资下降 商业投资增长显著放缓 但设备支出亦是激增 随着强烈台风看来的逼近 台湾已经提前宣布 星期四全台停工停货 金融市场优市 数百价的航班取消 铁路停洗 这次的强台风 预计是30年以来侵袭台湾规模最大的风暴 暴雨以及狂风直卷台北 街道上空无一印 台湾中央气象处预测 康尼将会在星期四的下午两点左右 在多山而且人口稀少的东海岸登陆 暴风圈将会覆盖全台湾 美国之音看到联邦地区法院的一份文件显示 之前因为骚扰民主活动人士而被判9个月监禁的中国留学生吴少雷 已经在9月16日被减刑释放并返回到中国 有消息指出 这是今年9月之间美中换酬行动的一部分 9月15日 美国公务院宣布被中国酬禁18年的美国牧师林大伟已经被释放 美国司法部的文件证实 美国总统拜登在9月12日签署一份赦免的文件 将吴少雷的总刑期减为是按以复刑的时间折底 声称他不完全复满刑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赦免文件也显示吴少雷自6月7日起在狱中复刑 而此外减刑的条件包括吴少雷离开美国不再涉足美国领土以及属地 以及不得再犯任何针对美国的罪行或是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 今年1月联邦陪审团裁定被控跟踪威胁一名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的 前柏克来音乐学院学生吴少雷有罪 今年4月24日吴少雷被判9个月监禁 3年监督释放 美国志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志音时事惊惟 各位听众你好 我是任敬阳 欢迎收听美国志音的越谣广播 美国志音中文报语中网站 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 在Facebook联书网站的专页名称是美国志音越联网 在YouTube的频道名称是VOA美国志音越语 在X也即是前清推特 以及Instagram的帐户名称就是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也可以在podcast网站 收听美国志音越语节目 我们的长篇节目 建国史话 美国透视 和海外港人 已经陆续上载到spotify.com 网站 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 美国志音的越语节目 请你在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 建国史话 美国透视 与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 如果你没法登陆我们的网站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塞封应用程式3》 安全登陆任何被封杀的网站 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塞封应用程式的话 请你发送电子后键到 VOA Cantonese at SAI FENG 3 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 并且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 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 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委 我们是会报道分析 中国经济低迷刺激了所谓的五失人员 中国的捕逢社会形暴力事件恐怕激增蔓延 我们也会报道分析 日本大选执政联盟未能过半 台湾学者认为弱势领导恐怕冲击人台局势 不过首先我们就在报道有关 香港官员拒绝承诺不追究反修例运动的7000名被捕人 蛇魂人士指影响他们的规划未来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五年前香港爆发小无前例的大规模反修例社会运动 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超过1万人被捕 当中大约7000名被捕的人是否被起诉仍然是原而未决 多名港府官员近日接受传媒访问 拒绝承诺不追究未被起诉的被捕人士 认为尽早或线不追究被捕个案不符合法治原则 有曾经被捕的社会人士说 会担心出入境的时候会否再被拘捕 对规划未来亦大受影响 在五年前的六月盛下 香港爆发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反修例社会运动 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超过1万人被捕 当中超过4000人是学生 超过2300人虽为社运案承担法律后果 截至今年7月仍然有超过7000名被捕者 是否被起诉仍然是原而未决 警务署署长萧扎仪去年2月曾经说 正在检视有关案件会在月内公布跟进和处理方式 不过同年5月特首李家超说 定一个所谓的不基于任何证据考虑的时间表 是不切实际未必符合法治精神 他又对警方依法按实情处理反修例被捕人士的案件有信心 事隔超过1年半 当局仍然未公布反修例运动被捕 而未被起诉的个案有什么具体进展 前运输及房屋局长张炳良 10月初接受香港明报专访时 建议政府如果证据不足 可以公布不再处理反修例未被起诉的个案 为件事划一条线 香港明报在星期一10月28日 刊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的专访 不点名回应张炳良 为反修例未被起诉个案或线的建议 林定国说未被起诉的人士 可以行使一般人所享有的自由 包括读书工作以及出负旅游 他强调严重刑事案件没有检控时限 日后可能出现新证据 因为或线不符法治原则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一接受传媒访问时 也不点名反驳张炳良或线的建议 邓炳强认为有关建议是将非法事情合法化 除非法例定名检控时限 否则或线有违法治精神和原则 至于有涉案人士被捕至今五年 仍然未被审讯 邓炳强否认是不公平 他强调警方需要时间取证 例如逐格检视闭路电视片段 他又说警方何时有证据就何时去拘捕 他举例部分人犯法后 走了路20年 回到香港警方都一样会作出拘捕 他认为这个就是法治精神 2019年曾经因为反修例运动被捕 至今未被起诉的 社民联外务副主席周家发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 五年来并不是好像临定国所说的 可以如常生活 和很多被捕的人一样会担心 出入境的时候会否再被拘捕 也好像永远都不知道 律政司基于什么考虑决定控告与否 他形容长期留着一条尾巴不是好事 我们好像永远都不知道 到底律政司基于什么考量决定告 还是不告呢 会不会将来又可以发明 那些新的条例可以追索回当时 一些合法的行为呢 这些都是令人担心 最重要是你始终你都是当年被捕的一分之的话 这些资料又会不会流出呢 会不会影响你去找工作也好 又或者是的盛钱 好像永远都是有一个留一个尾巴 我觉得确实不是一件好事 周家发说他希望尽快就反修例 运动案件有一个了断 给外界知道政府是向前看 而不是不断要追究一些陈年往事 对于我本人也好 任何显示这些2019年的 示威案件的人也好 其实都是想有一个了断 起码都我们知道的政府 现在是向前看的 不是还在和我们计算一些 一些陈年往事 到底再进一步去检控这一班人 是在传递什么信息给社会 未来一代看也好 或者是国际社会会怎么样去看待 这些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政治检控 但是当我们都没有再将 这些追究警报拐口顺便的时候 是不是政府都继续要重提2019年的事呢 如果他可以说未有证据 就可以日常检控 那会不会警报都是 只是有些未有证据 递到法官前面 我们一直存着很多证据 周家发说很多反修例运动被捕 而未被起诉的人 都会影响未来的规划 尤其是专业人士 如果突然被起诉 可能会失去专业资格 他认为多个做法 不利社会复和 甚至又可能影响经济发展 其实在《国安法》之后 都是逼香港人做了决策 不是想留在一个不稳定的地方去发展 还是想安心去找一个好地方去住呢 这些是政府的一念之差 很多这些决定都是 你这样去压杀这个地方的创造力 其实都是对于你经济复苏的何好 或者是长远是有 你是可以发展到自己的特色的经济 产业 其实这都是白害而无得理 香港社工学者 现任英国伦敦京士顿学院 社工课程讲师 龚伟森接受美国之音访问 香港政府拒绝尽快就反修例运动 原而未拒到个案或是 令人质疑当局是否有心给社会复和 他认为这样的社会气氛 会影响超过一个世代的年轻人 可能会令到他们对将来失去盼望 其实政府有没有心去复和的呢 去到拖着大家 或者是能够令到几年的 或者我们叫做不单止一个世代 或者可能甚至已经两个世代的青年人 他们已经是对将来很难有盼望了 而是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原来停了几年 他们和社会的接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政府会不会有资源去投入 去令到这批青年人和社会去接轨呢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号 龚伟森说近年 香港社会表面恢复平静 但是港府的做法反映当局仍然未放心 用高压的方式控制异见声音 其实政府这样去拖着 其实是不是一种政治的 特意要做出一种政治的白色恐怖呢 令到那些人继续去禁声呢 原来禁了五年了 其实要禁下去了 究竟这种禁声要禁到多少年呢 譬如举例 是否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政府的一些政策 可以给一些意见 而这些意见可能在政府的角度来说是反对的 是不是反映在整个我们的香港社会已经不再有一个可以反对 或者不同意政府的声音呢 这种很可能是违背着一些良心的做法 就是我见到一些不公义的事业不出声 或者见到一些不合理的事业不出声 这种气氛慢慢拖延下去 其实很侠食整个社会对社会正义的投入 龚卫三又说这种严刑进发压制公民社会的气氛 可能会影响市民的精神健康 长远来说也会对社会治安造成负面影响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委 日本国会重演大选在10月28日出路 日本首相石破茂所领导的执政联盟落败 这是这个执政联盟15年来首次未赢得过半议席 不显示出日本选民不满的情绪 而当名台湾学者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日本如果缺乏强势的政治领袖 就和很多民主国家共同阻碍中国的合作恐怕将会停滞 尤其是石破茂窗矣的亚洲版北约 如果破局的话 也会对印太地区和平不利 下边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石破茂上任8日之后即解散国会 但上周末的日本众议院改选结果却自乱阵脚 他所领导的自民党席位由选前247席大降下到191席 如果计上有党公民党的24席 共有215席近占众议院465个总席位的46% 远远低过两党选前的六成席位占比 这是自2009年日本政权交替以来 自民党和公民党所组成的自公执政联盟的议席首次 未能够过半由于在野的立宪民主党与国民民主党 席位增至过半的235席 日本传媒日本经济新闻分析石破茂的执政情况 越来越严峻 而且90年代以来的经验都显示 日本政坛如果未有单一政党议席过半的格局 政权将会不稳定 根据日本共同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日本众议院将会11月11日召开特别国会 除接受现任内阁总辞之后 也都将会改选新任首相 石破茂如果未获连任 他将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短命的首相 对此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葛国民表示 石破茂在竞选自民党党灰时曾经倡议 亚洲版不约应对中国威胁 虽然尚未获得美国表态支持 但这种设想作为长期的愿景 仍然有深远的意义 他表示如果石破茂落台 日本未来在区域安全合作上的角色 将会取决于新任首相及美国大选之后的政治格格 郭国民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未来的趋势当中 美日同盟架构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日本的角色它能够扮演到什么程度 方向上是越来越刺激 他说在未来的趋势中 美日同盟架构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日本的角色能够扮演到什么程度 方向上是越来越吃重 但是日本执政党是不是能够有力抬起来 仍然有待观察 这次大选日本各党的攻防聚焦 在老化社会申筹调整及物价高企等内政问题 但是台湾学界特别关注到 这场大选对区域安全的影响 在台北的国策研究院星期一举办的研讨会上 有多位学者就日本选后的政局表达忧虑 国策研究院副院长郭玉仁子春 在即将召开的特别国会上 日本各个党派势必会展开激烈的合纵连环 即使自公联盟最后保住执政政权 但到明年7月日本参议院改选前 日本政治将会进入超过8个月的空窗期 在这段期间 新任首相无论哪个是当选 都会是弱势的低脚颜领导 他直言这样的选举结果 最大赢家只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郭玉仁在研讨会上是这样说的 中国最喜欢日本像这样群龙无首 高度的分裂 他说中国最喜欢日本像这样群龙无首 高度分裂 然后每一任首相都是因为任期太短 而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外交政策 中国就可以对日本政党 各个击破 这是2001年之前中国对日本的一贯伎俩 曾经担任台湾外长的国策研究院董事长兼院长田云茂 也都表达相同的担忧 田云茂在研讨会上指出 今年以来南韩 台湾和日本等国家的选举都出现 潮小野大困局 将会对国际局势的前景产生重大的冲击 他说 继俄乌战争 中东战争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冲突 持续不断之后 未来国际的正经动乱恐怕难以止揭 尤其过去四年来 美国总统拜登结盟民主国家 你都对独裁国家发动软围堵 是不是会因为日本的政局的变动 或者美国大选结果而生动 值得观察 在这个前提之下 他说 经过安倍晋三定调为台湾有事 日本就有事的台日关系 恐怕也都将会面临调整 田云茂是这样说的 台日关系调整 是往好还是往坏方向去呢 很难说的 但是如果要期待一个强势 亲台的领导人很主动积极地主导对台湾有好处的政策 这个期待恐怕 现在暂时保留 我们且看未来发展再说吧 不过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 什么不是太可能 为会主流民意 日中关系也都不致因此选举而大幅改善 位于台北的当代日本研究学会会长 王云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 台湾日近期政坛 云仁在呈现潮小野大格局的关键就是在野党 因为偏重国内议题 往往为经济利益不愿 和中国闹翻 因此各个国家的政府 在联手美国围堵中国的时候 国会反而可能扮演破坏性的力量 去强调 台湾应该和日本潮野持续沟通 提醒如果过度依赖中国 可能会照致中国对日本政治的干预和操控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委 报复社会型暴力事件正在中国快速蔓延 在10月经由媒体公开报道的极端事件 就已经有几钟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因为经济低迷 包括中国的所谓五失人员 在来的中国失忆者 在数量上快速增加 也代表着这个庞大人群 在行动上残害无辜的可能性 亦大幅增加 而且要压制暴力 抚平恐慌 中国官方需要投入真金白银 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 岳窩在河克兰的报道 从今年3月初春到10月底的晚秋 中国全国各地不时传出 报复社会或者疑似报复社会的暴力事件 主要形式是包括 开车撞人 迟刀是斩人等 地域覆盖上海 山东 湖南 江西 云南 广东 吉林等 现在连戒被森严的中国首都北京 亦发生了行空者无差别杀戮 特别是对包括学生在内的弱势群体的伤害 惹发了高度的社会恐慌 在广州生活工作的两位家长 对美国之音说 10月8日发生的小学门口斩人事件 令他们感到震惊 加住广州方村区的一个家长 自发学校位于珠江新城 最忙碌最繁华的地方之一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警察官方通报将被砍伤的学生 称作为受伤的群众 他们又激气又好笑 他们可能想避免恐慌 但消息很快传开 砍人事件也过去半个月 他们家长仍然觉得 接送他们的子女是上学放学 都是要很小心 河南一个地级事的警察 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社会很多人因为各种压力 情绪不是那么稳定 导致了恶性的极端事件的发生 是事实 但这种情况不止在中国有 在每个国家都有可能有 在中国也不是普遍的现象 就目前他觉得 是报复社会的极端事件的比例 还是正常的 这位警察还说 中国主要还是因为人口基数大 所以挺而走占的人的数量 在理论上会多一些 现在他们在工作当中 也是在重点防范极端情况的发生 在他们的城市 投入了很多警力加大巡逻的力度 基本每一天 都是到深夜甚至凌晨 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岳哥 在奥克兰的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 结束了这一节的 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我们在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